3、2、1 张威奥单车馆赛道动工仪式 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主持 他说期望单车馆落成之后 可以令香港单车队 在未来取得更好的成绩 单车馆赛道动工仪式 标志着香港单车运动发展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社会大众对香港运动员努力不懈 勇奪阶职的肯定 当然这份阶职 是一定要感激沈甘康教练多年的努力 和我们各位运动员的客户的奋斗 我相信透过大家的认同和支持 香港单车运动将会有更好的成绩 对于长期要在内地训练的 轮奥单车赛和排得主李慧斯来说 香港有单车馆有助提升训练 今天会有一个动土意识 我会特意回来这边 可能前后需要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回 但这六个小时对于我们的训练 已经很重要 无论是休息或训练 现在已经是将军澳起了一个新的场地 我就不需要两头扑 其实对于自己的心理或体力方面也会更好 他相信新单车馆可以有助提高单车运动 在香港的普及性 将军澳单车馆在2006年 香港运动员在多亨亚运取得佳职之后 政府宣布兴建 场馆占地6.9公顷 除了有单车赛道 还有多用途球类和体育场地 预计明年中落成 这个就是将军澳单车馆的模型 可以看到它的上盖和单车手的头盔是一样的 即将单车运动的元素融合于建筑里面 香港风贫调节记者 许配之报道